养只小龙很简单 小朋友,你觉得养只小龙到底有多简单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养只小龙很简单 只要你能找到一颗龙蛋 一盏热能灯 还有耐心 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很简单呢? 有一天,蛋壳裂开了 哇,里头钻出了一只小家伙 一只可爱的小龙诞生了 当然只有真正的龙蛋才能生出龙宝宝 刚出生的龙宝宝亚会一直找妈妈 如果找到了妈妈 她就会很开心 不过 大多数的时间却是这样的 刚出生的龙宝宝需要充足的睡眠 可是有时候不管怎么哄还是不肯睡觉 养只小龙宝宝宝宝要长大 就要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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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 真的很多 要吃鸡肉,要吃粥,还有土豆和羊肉 但是有些东西 长越大,就不能睡在鸡盒里了 到后来觉得抽屉看起来适合它 还有柜子或是车库 龙宝宝宝宝宝,还有,要学习 있을小龙宝宝 而是一只龙宝宝要长大了一些 就要学习一只龙 该掌握的本领 比如喷火 或是收藏珍宝 还有学飞 蛟龙宝宝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一口气飞上了树上 养知小龙不总是那么简单 它不是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很多东西要一遍又一遍的学呀学 但是总有一天它们会长大 那时它们就要去闯荡世界了 还要找个龙骑士和它们一起战斗 过段时间它们会回来看看 有时候还会带回一个礼物 小朋友你看一看门口它看到了什么 没错是颗龙蛋 于是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养知小龙其实很简单 小朋友 你们会不会觉得养知小龙也很简单呢